上世紀九十年代,電腦開始普及,中原地產亦成世推出不同的樓市數據產品,其中與城市大學聯手編制的中原城市領先指數CCL,因能超前政府數據預告二手樓市走勢,所以成為樓市探熱針,擁有權威性及公信力的光環。 CCL 能有如此威力?背後的重要推手是中原地產研究部高級聯席董事黃良星。 剛於九月底退休並轉任顧問一職的黃良星直言,CCL 是我加入中原地產以來最成功的一個資訊數據產品,而黃良星的接班人,中原地產研究部高級聯席董事楊明兒強調,未來任務之一就是要令光環不會失色。 黃良星接受訪問時表示,加入中原地產市,因緣際會,因有見土地註冊處將成交紀錄電腦化,更將收到的註冊登記成交紀錄以磁碟形式推出發售。 他興奮地強調,覺得這些是補。 拿到政府樓市數據,再加上代理行的一手成交去做分析,是非常難得的機會。 所以在1996年決定加入中原地產開始個人的資料研究生涯,並且不斷有新產品推出。 中原地產在訂購土地註冊處的電腦遲碟後,再將每中成交抽出,重新編排,以統一規格方式放上網供免費查閱。 黃良聲不畏言,開始將成交紀錄上網,頭半年做得很辛苦,但覺得能將香港物業成交上網,在當時是一個突破,結果十分成功。 另外,中原地產於1999年在網上免費提供香港全景可縮放電子地圖,也即時成為主場的焦點。 當年兩項產品推出,都封頭一時無兩,不過之後就被CCL 蓋過。 對於CCL 的面世,原來由一場爭辯而起。 他透露,1999年城市大學副教授陳冤昌與中原集團創辦人施永清爭論經紀的樓市言論缺乏根據,以及市場覺得政府數據不可信等問題。 結果雙方刷出火花,同意聯手,炮製一個具可信性的指數,同年更編制出CCL。 不過,黃良聲鼓笑道,由於當年CCL 不斷顯示樓價向下,令到CCL 推出的最初幾年,連前線經紀都不肯用,但他仍不斷搞活動推介者寶貝,之後又與政府樓價數據比較,證明兩者走勢同步, CCL 教政府數據更具潛膽性,終於獲得市場的認受性,甚至成為樓市走勢指標。 為CCL 貫上全港唯一權威性樓價指數的光環。 楊明儀亦認同,在中原地產,這麼多年覺得最成功是推出CCL。 中原地圖雖然曾一度領風騷,但自從Google 地圖出現後,已稍為失色。 不過,每周編制CCL 都感到壓力巨大,因為要在有限人手下,將收到的每中二手成交進行多番查證,並要趕在死線完成及公布。 楊明儀坦然,一個屋苑能加入成為CCL 成份屋苑。 被視為身份象徵,屋苑甚至會在宣傳中強調這點,可見CCL 的指標作用深入民心。 所以未來會不斷觀察調整整整份屋苑的數目,以求能更真實反映二手樓市走勢,以保住CCL 的光環。 同時,又會研究將公司其他數據資訊如中原經紀人 或中原股價指數,主要銀行 與CCL 融合,將CCL 的實用價值進一步提升。 由於2010年起政府速度推出樓市辣椒,令炒家絕跡,買賣成交萎縮。 黃良星及楊明儀都擔心,集團或會面對缺乏足夠成交來計算每周市市有的困境,到時可能要用單位月租賭過來推算其價格。 楊明儀為自己接任新職後,短期目標是將你們做到簡單易明。 針對大學生的年輕化路線,希望做到這些資訊並不是只局限買樓才會看。 另外,有見不少買家,採用建築其付款方式購買一手樓。 集團認為未來一至兩年追蹤他們入伙時的按揭安排,及取得關的銀行按揭數據,相信會懇具參考作用。 自研究部未來發展方向之一。 那些最明昇 hike下載的明確。